在人类社会的文化传承下有很多巧合的场景,在我国也一直有着人死后能够重生的说法,但这是迷信的说法,是不能够相信的。 但是在历史上,却总有很多的巧合事件,看完下面这几张图片,足以说明一切,这张照片也被广为流传,两人的相貌也是极为的相似,一模一样的眼神,一个是清朝里的格格,身份尊贵,而另一个则是现代社会有名气的歌手。 难道春春前世真是清淡的一位格格吗?这一张小编认为两人的气质真的很像啊,惊人的相似,都是非常的帅气,一位现代的影视圈四大天王之一,一位是在历史上创建了墨家文化,也是在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农民哲学家,被当时的人语称为柯盛, 在当时他的奸爱被公思想,是深受百姓喜爱的,令人感到非常奇妙的是在拍墨公的时候,祈祷眼镜找到了刘德华演义墨子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呢? 看到这两人照片,醉了,是不是很像呢?这两个人都是非常有文化的人,墨盈是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人, 小庄皇后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德财尖辈的皇后,都有着不错的文化功底,而洛亮茂,这小眼神,也是非常的相似,难道两人有一些关系吗? 张寒宇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在影视圈有名气的男演员,在剧中演绎的都是硬汉形象,而在一旁的也是在近代历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革命家宋教人, 而张寒宇也是在电影中演绎过,宋教人,一些看过宋教人照片的人看到这部电影后,都赞叹,这简直就是宋教人在演自己啊,各位网友,看到这么多的相似面容,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呢?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。